岐山闽南人居多 美农都是客家族群 所以其实这两个族群的结合是非常巧妙的 而且这个地方雾农的居民特别多 所以这边有非常丰富的雾场 其实岐山跟美农最多的就是山跟林 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有山有林 而且我们的这个民众非常的好客 这个是一个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大师常常给我们指导说 一个道场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国家 它必须要扮演的角色 是要能够跟在地共好共融 更重要的是 它不是一个只是单纯的修行的一个场所 它更是社会服务的平台 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学习 都能够来听闻佛法 了解佛法 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灵上面的提升 让这个活动成型 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让大家共创幸福跟安乐 最重要的是我们给好的理念的推动者 推广者一份信心 给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地球许下一个希望 给我们这一个社会大众来参与的人一份欢喜 更重要的是对舒适者生活的选择上面 给予一个方便 所以在这个四给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给人欢喜的这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它是这一个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原来佛法在这样的一个世间里面 它是可以被运用的 它是可以被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它有让我们可以实践的可能性 这是我办这个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所以它触及的广度非常的广 不管是艺文 不管是餐饮 不管是活动本身的意义 还是宗教仪式上面的精神 我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 能够广为的让大家知道 原来佛教2500年了 但是它还是非常的与时俱进 其实玉佛这一个仪式 它应该是说可以从典籍里面 太子出生之后 他竟然可以在四方行走七步 然后步步生怜 然后呢有九龙为他冠育 那这个典故呢 后来在我们的东土 就是我们的中国佛教里面 把它衍生成为玉佛这样的一个仪式 虽然它是传统的仪式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化 也就是佛教特有的一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代表的意义跟内涵是什么 其实沐浴这件事情就像洗涤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仪式概念 让大家转化成为内心当中的嫡喜 嫡喜什么 我们内心当中的成功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种种对社会当中的种种的情绪 都藉由这样的一个底细 让我们能够沉浸下来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自己的身形 语言还有心意 都能够保持洁净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落实三好 我们能够口说好话 生做好事 心存好意 让这一颗清净心 能够被展现出来 这个心灵能够被净化 能够真正的用力量 用行动 能够来把我们的烦恼成功给相扶下来 这个是这一个仪式 这一个活动 这一个动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延伸 今年也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活动延续到晚上 为的就是 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 就是三好为电影 那我们参与了这一个三好为电影的比赛 那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这个为电影的电影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公园 能够有一个首场的播映 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 原来我们奇山残情中心的建设 它的过程 还有这么多前辈辛苦的历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为电影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这一份不容易 那影片结束之后 我们会请我们的神秘嘉宾 能够跟我们一起献灯 然后把这个灯 献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面 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欢喜当中 能够在纪念大师对这一块土地 对我们这个教团 对这整个人间所有的贡献 来做一个祝福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宝浩上 感谢我们山道石修 来到这里与我们福利 更感谢所有的福利大众 因为各位 我们今天才能够圆满 所以希望大家常常来到我们奇山 来跟我们一起共同修共同修 今天的活动到此圆满 感谢大家